2022年3月28号 我呀 做一个声明啊 我周六的时候 因为看不惯这个 司马兰这个 看不惯这个鼓动鼓吹战争的这事 与我们国家这个态度截然相反 所以呢 我说了一些心里话 那么今天的微博呢 这司马兰呢就抱怨 说有人把他的电话给卸出去了 完了他收到了很多的骚扰 首先大家可以下面看我 两天 昨天那个视频 昨天那视频我上来发那个司马兰 微博图片上头 就是他的联系电话 还有他的里面地址 还有其他地址 我徐晓东一概 拿墨笔全给挡上了 没错吧 大家可以看 这我下面就是上一个视频 骂斯马兰的 上来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没错吧 首先呢我要说 我绝不可能 泄露 其他人 我再恨 我再恨 就是那人是畜生 比如说斯马兰里 这样畜生 我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我也不会泄露出去 这是我做人的事 他们不是人 是畜生 但我是人 我有自己的规矩 所以 某些网友 说徐晓东到处的发泄露 那是他们 一厢情谊 一厢情愿 自己说的事 与我无关 我从不做这事 或者应该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另外一个 我完全乐意接受 任何人的调查 和我承担法律责任 我不会泄露个人的任何隐私 对方的 对方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认为 这斯马兰也没说我 为什么呀 对于斯马兰面前 我咔太小 他怼谁呀 怼着刘传志 会怼别人 怼这个 他舔屁眼 舔谁的 舔那被抓的那官员的 对吗 就我这样的人 他连看都不看 他都不搭理 但是我有什么 说什么 我看不惯他 我骂他 那是我的事 跟他 咔看我什么档次 无所谓 因为他在我眼里 他就是畜生 所以我根本就 他妈的不在乎 爱基本怎么告怎么告 这我说的话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咱有什么说什么 这斯马兰呀 现在我骂的 我说的案子 亲人也他妈不得好死 我告诉大家 人家斯马兰的 某些亲属 比如说 比如说斯马兰的某岳父 已经是不让斯马兰进他们家家门了 还有他的某些家人 对斯马兰怨气大了 人家都是他妈睁开眼的 看社会 看整个整个这个社会的人 都觉得压岸的 睁着眼瞎 不瞎话 胡说八道 这是实话 我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下 不好意思 一高兴骂斯马兰 我就没事 平静下来了吧 嗓子开始咳嗽 我嗓子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也不用担心我死不了 斯马兰他们说 很多人说这个斯马兰呀 是南罗古乡八号啊 是不是真错错什么的 首先 斯马兰你看 现在他还说这句话吗 大家好 我是东中区居民 住司马那个 住南罗古乡八号 不说了 为什么 东哥在三个月前的视频 还是这个号 你们看我三个月前视频 东哥亲自到了南罗古乡八号 我全场视频 那是个厕所 但是厕所不叫八号 就是厕所 没有号码 旁边八号是个院 我马上就进去 万幸 那里的居民全出来了 大家看我视频 东哥就这么牛逼 我就直接献上采访 大家看我视频 看我视频 两个月前吧 三个月前的视频 看啊 写着呢 斯马兰 我问 有斯马兰这个人吗 或者说 斯马兰是他笔名 真名叫于利 有这人吗 完了 东城区南罗古乡八号 八号院了 基本上不能说所有 我至少我那视频上 出现了四五个居民 没错吧 人家一直否认 没有 从没有叫于利 或斯马兰这人 我说为什么这么肯定 其中一大哥说了 说我至少我告诉你 两千年 从两千年 我搬到这个 四合院到现在 就没有这个人 之前不知道 咱们算一下 斯马兰今年多大 咱们再算一下 那么两千年到现在 是不是二十二年 大家明白了吧 我揭穿之后 你们现在看斯马兰做节目 他继续说东城区居民 他敢说乱鲁口巷吗 敢说在八号吗 他不敢 因为我全插出来了 我全插出来了 这斯马兰就是睁脸说瞎话 卖着良心说假话 就这种傻逼 说东哥你他妈的干嘛 我就是打假 我武林打假 说东哥那你别的 别人的领域 别的领域我不懂 但是我用我的思考 我会独立思考 虽然我不是聪明人 虽然我不是文化人 我他妈大党校大专毕业 操我就是我党子 但是我他妈会睁眼看世界 我会独立思考 所以今天呢 我先澄清 斯马兰的电话虚漏 与我无关 我会愿意接受各个部门的审查 没关系 与我无关 大家也不用算在我头上 但是活逼该 斯马兰 你压旧活逼该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那个说话有点激动啊 现在啊 现在我就说 也就是现在疫情唯一的 唯一的 唯一的啊 能就他妈司马兰里 这样人的一件事 就是现在已经都戴口罩 就司马兰里 这种人走在大街上啊 戴着口罩 不会被人认出来 这他们要认出来 操 我还说句话 我给大家表个态 我尊敬守反 我绝对不会用暴力 来收拾这帮坏人 虽然他们罪无可恕 千刀万剐 但是我守法无名 我会正义的 言辞的去批评他们 东哥会在公共场合 公共场所 大声的呵斥他 大声的揭发他们的罪行 如果大家能有机会 见着司马兰里这种人 你们就良知的话 就应该大声的呵斥他们 大声的揭发他们 同时拿着手机照相 拍视频 他们说你这是肖像权 全程录像 我没有断张取义 而且我全程是揭发他的恶行 李毅死千 四千人不叫死 牛逼我们就骂李毅了 让他到我去 我看看哪个法院敢接 懂吗 真正大家能收拾这帮人的 就应该大声的呵斥他们 知道吗 咱们不打 咱们是好的公民 守法公民 但是我们一定要为国家 为社会铲除毒瘤 我们起码要让老百姓醒 让老百姓知道这两个是畜生 是卖国贼 是汉奸 什么定义为汉奸 卖国贼 大家自己说 大家自己看 李毅说 武汉死四千人 不叫死 这他妈是不是汉奸 是不是卖国 司马兰鼓吹战争 怂恿 怂恿 俄罗斯普京 让他妈断水断电 整个俄罗斯居民 乌克兰居民 这他妈这种人 不是畜生 是什么 大家明白吗 还有司马兰说 让大家忘记 曾经杀谎啊 俄罗斯啊 苏联对中国的侵害 忘记江东六十四屯残案 量忘记 原来他们海参瓦 是他们我们中国的 让他们都忘记 三百五算平方公里 被他们抢过去 这他妈就是司马兰 那明白吗 所以我教大家 如果这孙子 你们能认出来 拿起手机 大声喝斥 向在场的所有人 告诉他们 他就是司马兰 就是卖国贼 就是汉奸 为什么这么说 直接大声的点名出来 我告诉大家 他第一 告不了你 第二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他报了警 就是他来了 也没法处理 首先你在公共场合 没有对他 对他人身攻击 你只是大声的喝斥他 为什么喝斥他 他卖国行为 我说的每一个 我都会负法律责任 你们明白吗 所以你们不会有任何的麻烦 你们没有限制他人身自由 记住 不要跟他有身体接触 朋友们 仔细听了 仔细听了 不要对他有身体接触 他去哪 不要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为什么 限制人身自由 也是涉嫌违法 所以他去哪 只要在公共场所 咱们跟着 你回了家 我不管 你进了你车里 我不管 你进了公交 你进了他妈的地铁 八大 我必须跟着 你到大街上 我跟着 除非你还进女厕所 司马南进了女厕所 大家不要跟 这容易涉嫌 他违法 你也违法 进男厕所 立法跟 司马南回家了 大家快来看 直接就说 直接就说 你还回家了 大家明白吧 说东哥 你怎么懂 我他妈在2019年的时候 一个傻逼他妈的 在地铁的几号线 我想想七号线 他妈几号线 从双几 我从双几 下课回家 坐到广群门那站 你傻逼他妈一直翘着腿 我跟他嚎我说话 我说你别翘着腿 过去的过来过来的人 都得卖腿躲着你 人家穿着干净裤子 被你一碰 得全露土 不见 他在玩手机 我跟你说话呢 你能听得见吗 哈亮 哈我把把手机抢过来了 但是这抢过来 第一时间我就知道 就会涉嫌抢夺 这不是抢劫 涉嫌抢夺 我马上把手机还给他了 我说我没抢你手机 我先还给你 我只是告诉你一声 你要听我说话 你现在这是缺德的行为 你们看我东哥 这脑子赚的分快 晚上他就说 我就怎么了 就不好 我说我操你妈 你个傻逼 我就开始骂上了 知道那孙子报警 我说你孙子你报警 今儿我他们也没事 我就等你 我这人就找 就按着呢 警察来了 我们一块去的交话厂 交话厂应该是 公交大队的那个办事 正经派出所啊 最后我承论了 我在公共场所 对他进行了辱骂 我要道歉 首先我道歉 但是道歉同时 我要说说明原因 那么争取他的原谅 当然他也不原谅 无所谓啊 他有什么说什么 后来他原谅之后呢 警察同志对我也教授批评教育 而且我告诉大家 交话厂啊 这个派出所对我实行了什么 丑头警告 加行政处罚 扣了我钱 我的钱 人家警察同志带着我 去的工商银行 交的罚款 这个单子收取我都有 什么意思 按照规章制度 守法 我非常认可 我为我的骂人而道歉 同时我接受了200块钱还是100块钱的处罚 我处罚了 同时我写了一个检讨 我写了一个检讨 这个是按照这个法律成规 法律法规 我非常感谢警察同志 这对我的批评教育 同时我也知道了 以后对待这种人 我怎么去做 不要说脏字 但是大声的呵斥他 扣查这种行为 同时拍录像 你们记住了 拍录像 不要大张曲 不要断张曲 你可以发上去 为什么 第一没有辱骂 第二没有身体接触 第三没有断张曲 懂吗 这样的话 如果他缺德或违法 你发上你的视频平台 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明白了吗 我在教大家 我在教大家 东哥是我为什么能教你 我是亲身经历 为什么他妈有那么多人能信我 学校东 我亲身经历 我能告诉大家 哪样是违法的 哪样是不违法的 哪样你需要怎么做 你可以能免去责任 懂吗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律师 但是我他妈真的是 到处的学法律 到处的去研究 我要遵纪守法 在这个社会 虽然你们说 现在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但是该有还得有 天上的事我不敢说 你们也知道 就是 对吧 不多说了 完了最近 上海也疯了 对 完了之后 长春呀 哪有人 跳下来 有人 对吧 我憋在心里憋得难受 但我不能说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但是司马南这种畜生 和李这种傻逼 我们必须要大声的去骂出来 在场合公共场合 大家大声的严厉指责 你们记住了 先不要骂 还是大声的严厉指责 把这帮这帮畜生的事 全大声的念出来 让所有人看着 同时拿手机录上来 告诉大家 你的正义的行为 但是不要有身体接触 不要进入非法的 就是他们家或者哪的 他的个人的 个人专属领域 不要进入 之后不要限制他人身自由 跟他直大声的去训斥 在法律上你不违法 同时如果你要发到网上的话 不要断章取义 懂吗 不要断章取义 全程扒下来 这样的话 安全 今天 怎么说呢 我这这 凭良心说话 凭良心说话 感谢 感谢MAT支持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 说东哥 你搓这口味 首先绿豆就特别好嘛 大家多囤点 因为5月1号就没了 西瓜的也不错 另外给大家再推荐一个 再推荐一个 我认为特别好的口味 MAT啊 叫 葡萄薄荷 你们听我的 葡 葡萄莫莉 葡萄莫莉 你们听我的 葡 葡萄莫莉 葡萄莫莉不是薄荷 葡萄莫莉 如果 买点葡萄莫莫莉 那味真清新 感觉到屋里都有空气清洁剂那种芳香 舒服 嗯 大家可以走哪 实话 本来我想上来就开始要做做那个的 做这个 这个 但是我还不说了太惨了 所有人可能都都不是可能已经说嘛都没了 所以不说了 不说了 东哥的小店 这里啊 手推很多好东西 首先是什么蓝莫我说过了 这是特色最大特色啊 就那猫山王的榴莲 双A的榴莲 那个呢是确实好 我说东哥你得吃啊 我吃了 完了做的这个 完了做等着人家厂商的人家觉得不错在送我的时候我在吃 给大家看啊 贵 但是一定好吃 而且其实也算便宜的 大家可以走吗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东哥的小店啊 人家毛巾厂商坐着 两个毛巾 一个浴巾啊 浴巾 做的这个中哥专属的啊 大家擦个脚 擦个屁股 擦个脸呀 用这个 真的 才几十块钱 真的很便宜 我觉得这算是真的不错的 物美价廉 大家可以看 还有就是零差评的背包 还有眼镜 这里呢都说了 眼镜包包包什么的都特别好质量 这样 这里也扫码 说到做到 大家扫码 完了 我现在其实我想再憋一憋 憋一憋完了之后 我再做另外一个视频 把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 北京这边的老百姓的民进行企业 或者教育培训 或者课外批训 这个班的事说说 太他妈难了 我操 这买卖 逼逼的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